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5月27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先来鸣谢,欢迎个愉言,谢谢服务商拜德勒德森 谢谢,同时感谢一直以来点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咱们先来看两个战争层面的消息 一,有个未经广泛证实的消息 还记得那艘被无人艇攻击的俄罗斯侦察舰吗? 俄罗斯电报频道今天早上说 一万库尔斯号遭到五艘而不是三艘山峰甘斯队无人艇的袭击 其中两艘击中了这艘船 它严重的受损,有缠没的危险 现在有一名军官和五名士兵战亡 其中两人被抛入海中,另外四人在机舱内溺水身亡 这条消息还未经证实我们姑且听之 二,我们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俄罗斯人喜欢从乌克兰偷洗衣剂 这东西太重,而且体积又大,偷点别的不好吗? 但是后来我们有点明白了 乌克兰人逃走的时候,好携带的物品大概都带走了 留下的值钱的东西里面大概就是洗衣剂还算过得去 不过,以俄罗斯人的平均收入和他们商店里洗衣机的价格来说 洗衣机确实也充满了诱惑力 之前之后有人发过莫斯科装卖店里的家电的价格 说实话,普遍都不便宜 一台洗衣机4000人民币 办公用的笔记本电脑8000人民币 而俄罗斯人的平均工资一个月也就5000到6000人民币 低的可能2000来块 买个洗衣机还得办贷款 布里亚特就更不用说了 洗衣服全靠双手 而且,对于俄罗斯年轻人来说 接换没有洗衣机还不行 这就让洗衣机成了香波波 央视第四频道姆兰姆在2023年2月8日的那一期的节目中 播报了一条线文 线文说 由于俄罗斯市场上新家电的价格大幅上涨 所以很多俄罗斯民众选择找人帮自己维修旧家电 而不是购买新家电 2023年1月 俄罗斯民众对洗衣机、空调等大型家电的维修服务的需求量 比去年1月暴增了76% 对微波炉、咖啡机等小型家电的维修服务的需求增长了43% 所以大概率去乌克兰的俄军 看到洗衣机的时候也还是不会放过的 好,咱们来看援助方面的消息 最近好消息可是很多 一、乌克兰已经正式要求德国提供尖牛座巡航导弹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 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证实 乌克兰已经正式提交请求 要求德国提供远程尖牛座巡航导弹 这种导弹基本上是德国版的风暴烟影导弹 但射程更远能达到500多公里 二、捷克政府批准为军队购买246辆瑞典产的CV-90不战车 耗资597亿克兰超过25亿欧元 捷克政府说 捷克公司将大量参与该生产项目 捷克制造将占据其中的40%以上的份额 瑞典CV-90是机动性、防护性、火力和信息水平非常高的不战车 被认为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不战车 没有之一 它击败了美国和德国同类产品赢得合同 美德不战车无法做到它那样水平的价格 捷克和斯洛伐克装备了大量苏系不战车 因此替换起来很费钱 成本是捷克政府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这是捷克共和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军事装备采购 也是历史上最大的政府合同之一 采购瑞典不战车 而不是美国和德国不战车 可能跟乌战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谈判已经持续了9年 但是捷克和斯洛伐克仅考虑西方产品 而不是继续购买俄罗斯不战车 已经相当大程度上说明了问题 捷克现在赶快下达订单 争取2026年首批不战车到达2030年所有车辆交付完毕 就是为了预防较差的局面 自乌战开始以来 捷克接近全力援助乌克兰 向乌克兰提供了上百辆T-72坦克和BMP系列不战车 还发动国内捷工企业为乌克兰改造和提供90辆较为先进的T-72坦克 捷克政府官员曾向外界表示 我们对乌克兰的援助已达到极限 捷克一方面收取德国环兴交换提供的14辆鲍尔坦克 一方面下单采购瑞典CV-90不战车 正是为了应对未来不时之需 三、华尔街日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 韩国和美国两国政府已经达成秘密协议 韩国正在向乌克兰提供炮弹数量达几十万发 据悉韩国向乌克兰提供炮弹并不是之前所述的制换 也就是韩国向美国提供数十万发炮弹补充美军库存 美军再将库存的美制炮弹提供给乌克兰 不是这样的 而是中转案 也就是韩国将炮弹运往美国 美国再将这些韩国炮弹直接送往乌克兰 乌克兰炮兵使用韩国制造的炮弹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全和奎对此进行了回应 承认韩国政府确实一直在与五角大楼就弹药出口问题进行磋商 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存在不准确内容 全和奎没有具体透露相关细节 4. 加拿大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4月宣布的军事援助计划中的21000件小武器和240万发弹药的交付 自开战以来 加拿大武装部队的飞机已经运送了4500多端用于援助的军事物资 5. 瑞典弓箭手和CV-90将很快抵达乌克兰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内科夫会见了来自瑞典的同事国防部长帕尔琼森和民防部长卡尔奥斯卡柏林 在会后的简报中 列兹内科夫透露了瑞典最受期待的武器 弓箭手自行榴弹炮和CV-90步战车的事件 列兹内科夫说 弓箭手应该在2023年夏天到来 这已经延迟了 主要是因为培训花很多时间 弓箭手很强大 但也很复杂 因此炮兵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掌握弓箭手 乌军在获得CV-90步战车之前也需要培训 列兹内科夫指出 乌克兰人已经接近培训的终点 成员组人员同时参加多个不同的训练课程 他们大概率将在下个月内回到乌克兰 瑞典陆军装备了六个不同版本的CV-90用于不同的目的 乌克兰将获得哪些从来没有公开过 但总共会有50辆CV-90援助给乌克兰 6.荷兰首相旅特周五表示 荷兰正在认真考虑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斗机 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当被问及荷兰师傅会向乌克兰派遣F-16战机时 旅特表示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但他补兰说 如果你开始训练飞行员 很明显派遣飞机是你正在认真考虑的事情 7.五角大楼发言人加伦·加恩中校表示 第一批约一个营的400名乌克兰军人 开始在德国接受美国M1A1艾布拉姆斯坦克的操作和维修训练 其中200人学习操作 200人学习维护 看来美国援助的埃布拉姆斯坦克远不止30亿6 俄罗斯媒体大范围制造谣言 说扎鲁日内不是被扎死了就是挠死了 已经不能逝世了 似乎这么一来 俄罗斯就可以躲过乌克兰大反攻 这帮人的可笑之处在于 他们并不明白 哪怕是扎鲁日内站得不幸牺牲了 乌克兰的大反攻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乌克兰从上到下 从一个小兵到席尔斯基列斯尼科夫 扎鲁日内甚至泽连斯基早已誓死如归 做好牺牲的准备 但乌克兰的独立和自主 无人能够阻拦 昨天扎鲁日内还出席了一个小型的仪式 庆祝一艘名为布查的小型炮艇的服役 出席仪式的每个人都听说了最近的谣言 每个人都争相和扎鲁日内合影 今天扎鲁日内公布了一段 乌军与鲍尔坦克的高质量视频 他写道 是时候夺回属于我们的东西了 视频中的口号翻译是 我要消灭祖国的敌人 让我的手坚定的消灭敌人 让我的眼睛轻亮的消灭敌人 让我的武器转去的消灭敌人 让我的意志坚定的消灭敌人 不知那些造谣传言的媒体 看到这样的视频有什么想法 我们也是真不知道 什么样的人会相信这种谣言 那帮造谣的人从一开始到现在 就全都没有说对过 基辅一小时22分钟被占领了吗 乌克兰三天被打穿了吗 基辅林园够了吗 哈尔科夫被包饺子了吗 马里乌布尔的大鱼找到了吗 海马斯被摧毁了吗 乌克兰基础电力设施被炸烂了吗 乌克兰回到原始社会了吗 他们还说 俄军在巴赫木特干掉了十万乌克兰军人 乌克兰无力再战 马上就要投降了 够了 睁眼看他们一眼都算咱们输 他们如果要说火箭该烧蜂窝煤 也由他们去吧 我们坚信 乌克兰将赢得这场伟大的战争 一个饱受欺凌的民族 一个常被诋毁的国家 将从此高昂着头颅 获得自由和新生 就像这个萌萌的女宝 被英勇善战的父亲顽强的守护 乌克兰的现一代 肯定会在富强和无忧无虑的环境中健康长大 乌克兰必将赢得这场战争 是因为他们知道战争的代价虽大 但世代为奴的代价更大 好 以上两个视频是我们今天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靠同学心情耕耘 咱们明天再会